大家好,我是Den 今天我们先来看一下 有关APINK出称的孙楠恩演技 大家留言非常多的一个内容 1月31号 韩国一家媒体报道了有关孙楠恩的脚演技 表示现已播出第八集的韩剧停操 目前收视率已经登上了排名一位 人气非常高 但是唯一美中不足的地方就是孙楠恩的脚演技 不管是表情、发音、呐喊层面 都会让观众们很尴尬 可能是这则新闻被翻译到华语圈的网路上 就收到了很多网友们的私讯 想要确认一下韩网的反应 所以接下来就来看一下 这则新闻底下的韩网网友们的真实留言 我一点都不觉得啊 最近常常能看到这种新闻有那么严重吗 演技都那么久了 看影片的话确实是有点遗憾 我觉得没什么事啊 没有说报道到什么地步 报道都太恶意了 呐喊的演技真的是有点 日常演技还算可以 尖叫得有点尴尬其他都还好 怎么报道的好像是世纪的脚演技一样呢 太夸张了 我只是觉得很适合那个角色 演技跟别的爱豆出身差不多 为什么就针对他呢 其实尖叫在出演第一部戏开始 就持续发生了演技争议 但是就像留言一样 在这次的添加中 很多网友们的反应都是很不错的 所以有关尖叫的演技争议 华语圈的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音响事故后的爱有反应 他们跳过来再见 他们跳过来 在那种情况也能笑得那么漂亮 难怪大家都会喜欢IU 每次听词的时候 IU与舞者们一起听词的部分 很像是一种舞蹈 真的太有sense了 IU真的是拥有了全部 颜值、演技、实力、歌唱实力、综艺感 下个休息室 最近在韩网 釜山出身男艺人颜值都很高 这个贴文 受到了很多网友们的关注 所以我们就来看一下 釜山出身的男艺人都有谁吧 但是是网友的话 踊出身或是大事 因率是关键 掌,垃圾 在这个世界上 因率是关键 他们把你弄件 那么超好 顶德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